刚才我带大家探观了一下我们的太空家园 大家看到刚才我在介绍的时候都是飘来飘去的 那么现在呢我们请叶老师尝试一下 在太空中像在地面一样行走会是怎么样的 叶老师 好的 给我们尝试一下 那我试一试 我准备太空行走了啊 诶我飘起来了 大家看到了 在太空中由于没有了重力的帮助 我们无法像在地面一样行走 只能是飘来飘去的 还要经常借助舱地上的工具来回移动 其实不光是走路 就连太空转身也跟地面有很大的差别 好 同学们 我们也请叶老师尝试一下 在空中悬浮着 不借助任何把手 尝试一下太空转身 叶老师 好的 大家看到了 叶老师 上半身向左转的时候 下半身总是向右转 上半身向右转的时候 下半身总是向左转 上下总是拧着的 那么究竟怎么样 还能完成太空转身呢 这个问题 前期我问过同学们 下面我想选择两种答案来尝试一下 首先请叶老师尝试用地面游泳的方式 来尝试一下 来尝试一下 哎呀不行了 虽然叶老师已经很努力了 但是好像不行 那么再请叶老师用吹气的方式来尝一下 让我再深吸一口气 好 叶老师加油 再使点劲 不行了 好像也不行 那么 我有一个想法 请叶老师伸出右手 不断的画圈 越画越快 来试一下 嗯 那我试试 哎 叶老师开始转身了 成功了 耶 成功了 成功了 帮助叶老师完成转身的这个动作和表动量有关 说过中其实还有很多类似的现象 那么我们再请叶老师再来尝试另外一个动作 好的 大家看到了 叶老师手臂展开的时候 旋转速度会变慢 手臂松回旋转速度会变快 大家是不是想到了花样华丁运动员呢 北京冬奥会就要到了 同学们到时候可以认真看一下花华运动员的精彩表现 目前我们空间站喝的水是处理过的再生水 这和神石任务可是不同的哦 大家看 我手里的这一半就是再生水 目前我们空间站有一整套的水再生处理系统 能够满足汤内生活用水的循环使用 嗯 再生水喝起来和普通水没有什么区别啊 说到水呢 大家都知道水在地面有浮力作用 万吨巨轮就是靠着浮力才能够在海洋中航行 同学们你们现在可以拿起你们面前的乒乓球 放到杯子里看看会有什么样的现象 同学们的乒乓球是不是浮在了水面上 这个结果大家肯定不会感到意外 那么我在太空中做同样的实验会有什么样的现象 我们一起来验证一下 现在我把乒乓球放到水里 同学们看错了吗 乒乓球并没有像在地面一样浮在水面上 而是停留在了水中 这和地面的现象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是因为浮力是随时产生的 在太空失众环境下 浮力几乎消失 所以乒乓球不能像在地面一样浮起来 同学们现在是不是对浮力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了呢 好 现在我们把水杯传递给叶老师 懂你 哎 抓到你了 由于湿众环境 水在太空中可真是非常的有趣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展示一个美丽的现象 大家要认真看哦 首先我们要做一个水膜 好 我们成功的做成一个水膜 好 现在我们往水膜里加水 让它变成一个厚水膜 它现在看起来像不像是一个放大镜 这是我和我的女儿在地球上一起准备的花朵折纸 现在我把它放到水膜上看看会有什么现象 同学们看到了吗 同学们看到了吗 八朵在慢慢的开 我们得到了一朵在太空中拾开的花 非常的美丽 看到这朵花我就想到了我的女儿 同学们 同学们 你们都是祖国的花朵 含苞待放 未来是你们的 希望你们的梦想都能在这广袤的宇宙中绽放 好 现在我把花朵拿走 看完了美丽的花朵 我们再进一步看看其他现象 继续这场神奇之旅吧 现在我们往水球里注水 我们往水膜上注水 让它变成一个大水球 同学们都知道 正是因为在湿众环境下 水的表面张力会大显神威 所以我们才能做出一个 地面上无法做出的水球 好 我们再加一点水 让水球变得更大 更圆 更漂亮 好 好 我们再加一点水 在上边再加一点水 同学们 现在你们是不是能够看到一个 绿的我 这个在上一次太空授课的时候 我也做过 大家知道 这是突透镜成像的结果 同学们 你们也可以拿起面前的水晶球 来观察一下身边的同学 看是不是有同样的现象 好 现在到我大显身手了 我们先请叶老师 把水球中的气泡抽取一下 好的 水球里 水球里有一大串可爱的小气泡 好了 我起来了 现在我们往水球里 再注入一个大气泡 同学们 现在你们是不是看到一正一反两个像呢 坐在地面上 坐在地面上 可是很难见到的哦 好 为了更好的展示这个现象 我们请叶老师也来展示一下吧 好的 我来了 同学们 看到我了吗 同学们也可以想一下 为什么有一正一反两个像呢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深入研究一下 这里我可以给大家一点小的提示 这是因为气泡加水球分割成了两部分分别成像的结果 好 好 课程的最后 让我们一起来放松一下吧 我要给大家做一个太空欢乐球 现在我们也请叶老师将水球里的气泡抽取一下 好的 好的 好了 好了 现在这个水球看起来晶莹剔透非常美丽 同学们 同学们看 这是我们在地面补充维生素用泡腾片 这是半片 大家知道 泡腾片遇到水之后会产生很多气泡 同学们也可以拿起你们面前的泡腾片试一下 好 现在到我了 为了让现象更漂亮 我要把准备好的颜料注入到水球当中 现在蓝色正在慢慢的渲染着水球 水球变成了一个蓝色的漂亮的水球 现在我把泡腾片放到水球里看看会有什么样的现象 大家要认真看哦 同学们看到了吗 泡腾片在水球里不断的泡腾 产生了很多欢乐的小气泡 但是在失重环境下 气泡只是在不断的产生 并没有离开水球 随着气泡的不断增多 水球逐渐变成了一个 充满欢乐小气泡的气泡球 而且伴随着气泡的产生 还有振振的香气 同学们你们闻到了吗 大家也可以想一想 为什么气泡没有离开水球呢 这个蓝色的小球 像不像我们的地球 地球是我们人类在宇宙中的摇篮 但是人类不可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 如今我们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空间站 相信来中国人的脚步一定会踏入 月球火星和正远升空 好同学们今天的演示到这里就结束了